現在已經進入了嚴下 現在天天氣溫都三十多度 大家都汗流甲背 很多人都開始計劃要離開香港去旅遊 但是同時在這個時候 我們仍然除了去旅遊 留意一般的飲食 其他防止意外的病 都要繼續留意我們的感染 因為其實今年雖然是熱 但是繼續有病人有新冠有流感的病 是在傳播的 大家可能有留意到 政府衛生防護中心一直都在呼籲 如果從上個冬季開始 一直還沒有打流感預防疫苗 尤其是小孩子 或者是體藥 長者都去補一針 因為其實流感繼續在發生 當然有很多朋友問 我打了之後還需不需要補呢 政府沒有提這個 其實這個是我們可能在未來幾年 我們這些傳染病的專家需要去討論 在傳統世界來說 就只是打一個冬季的疫苗 但是冬季呢 就有兩種的 北半球的打他們北半球 但是藍半球那個 其實通常會改一改 一些品種組合 藍半球也有 因為藍半球的冬季是會遲過我們 北半球的冬季半年 但是我想 有些國家有提到 是一年要打兩針的流感疫苗 但是沒有什麼 確實是落實了 而香港也更加沒有人提過 我們是需要 在冬季和夏季都要補一針疫苗 因為理論上 如果你夏季要補 其實是應該打藍半球的一針 這個我想大家都未清楚 但是簡單來說 如果從來沒有打的 或者從去年九月開始到現在都沒有打的 你可以考慮打 至於新一季的疫苗 大概九月頭十月 九月頭大部分藥廠都說 九月頭已經可以在私家醫生 已經有了 而政府的疫苗注射計劃 應該會在十一月左右推出 所以大家要留意 今年就不要太拖 因為我們今年香港的流感 那個季節的延緩 跟往年幾不同 往年一跌的時候 就跌到差不多很少 但是我們從今年的二三月開始 一直都在拖著拖著 一直都有足夠的病例在傳播 所以今年開始入秋的時候 大家就要留意這件事情 早點去打 疫苗針的了 尤其是小朋友和長者 或者慢性病的朋友 那邊在家裡 會有什麼好嗎 在你都會再拖著 好了 我會不會再拖著 你這個距離 說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